成都市大运最新消息 在体操赛场 今天要进行的是全能决赛 那我国号手李志凯是确定弃赛了 体育署稍早之前呢 是表示因为李志凯有点轻微的伤势 稍早之前我们会问到李志凯的专属教练林玉信 来听听阿信教练怎么说 大致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有小脚踝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确保他亚运会跟 下个月的奥运资格赛 我们必须要保护他的身体 所以我们去放弃全能 那明天单向的部分 在暗马我们应该会全力以赴 应该上次手的部分是没有太大问题 然后当刚的部分只有一个下巴 所以他两项的决赛他会出赛 刚才训练的状况非常良好 在暗马的部分也在调整当中 好可以看到阿信教练是说到了 因为呢他是在这个左脚踝上面 有一点点不舒服 所以呢避免他连续两天的出赛呢 所以是确定让他放弃全能赛 专攻明天的暗马决赛 教练也特别提到 因为在2016年里约奥运的时候 李志凯的左脚踝就曾经有过伤势 为了避免选手呢 有任何受伤重大风险 所以呢才会采取说 放弃了全能赛 再选择攻明天的安马赛事 而且他也说到了 安马赛事他们一定会出赛 而且会把难度往上提升 因为这一次的安马参赛选手 很多都是亚奥运可能会登场的选手 所以呢也为了 未来的杭州亚运 以及巴黎奥运的这个比赛做准备 因为接下来还有奥运积分赛 也请外界不要特别担心 现阶段呢就让李志凯 好好的专心的来做训练 而且呢轻度化的训练 让他可以维持在状态上 教练也希望大家说 能够替李志凯加油 我们继续的来替中华队尖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